這個所謂的南海是中國的後院 所以中國在所謂的一帶一路上面來說 他投注最多金的人就是在中南半島 尤其是馬來西亞這個國家 報警你知道嗎 事實上在一帶一路 一開始的幾個旗艦項目 其中有三個旗艦項目就在馬來西亞 就馬來西亞從馬哈迪上任之後 他第一個叫停的馬興鐵路 也就是說從吉隆坡到這個新加坡的鐵路 他已經叫停了這個價值600億美金 那600億美金之後 後來他就說兩個項目我準備要叫停 一個叫做東海岸鐵路 一個叫做沙巴天然氣的管道 他當時說要叫停 就叫停之後他也沒有說真的叫停 他說我到訪問中國的時候 我要跟中國來好好談一談 結果他從八月底的時候 他就正式到中國大陸來訪問 然後來中國大陸訪問 他一開始他還見了 包括李克強習近平都見了 結果馬哈迪在這個離開中國的這個記者會 他正他講正式退出參與一帶一路的項目 目前首要項目是在減少這個債務跟這個借貸 相信中國也不希望看到馬來西亞變成一個破產的國家 他還說他取得習近平主席的這個諒解 那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馬哈迪就說 他譴責前一個這個納吉布 他說沒有這麼蠢的 馬來西亞最蠢的交易就是這個交易 最蠢的交易 他說因為這個交易 目前的馬來西亞負債大概是兩千一百億美金 這個外債 他如果加上這兩個的話 會多少 馬來西亞就變成到兩千 就很突破三千億 那加上這個馬興鐵路的話是快要四千億 他說這樣了 馬來西亞根本沒多久就會破產 破產的話 他相信這也不願意是這個中國看到的一個狀況 因為之前的金融危機就在這裡發生的 對 沒錯 事實上馬哈迪這一次呢 他真的是很不給中國面子 我給大家講一個場景 這個場景是誰 他跟李克強見完面之後 他們一個中外的聯合的記者會 這是他們第一次有馬來西亞的這個高官 跟中國總理開的這個高級的記者會 針對這次的反華的這個項目 就知道他們那時候 這個李克強就說 針對有有記者就問說 中美貿易談判怎樣 他就講到說 我們共同維護貿易的觀點是一致的話 那我們的記者會就到此結束 他要結束這個記者會 結果沒想到馬哈迪說 等一下我講一句話 他不結束 他沒有結束 他說我同意自由貿易 但是也要公平貿易 馬來西亞需要公平貿易 我們不想看到新式殖民主義 因為窮國家無力和復國競爭 這也是世界所需要的 馬哈迪跑到中國 當著李克強的便 說我們要自由貿易 但也要公平貿易 我們不能讓窮國無力跟復國競爭 對 他當眾打了李克強一個巴掌 就你知道他們會後要握手對不對 李克強很生氣 很遠的跟他握個手這樣子 原本都應該是大家應該很熱血 李克強就這樣子跟他遠遠的握手 兩個已經種下 就是說大概馬來西亞在這一次的這個 所謂中美貿易談判中間 其實他有可能會導向美國 那這也是中國大陸目前最擔心的 現在看菲律賓 菲律賓的杜特地 他在兩千零一十六年的十月 去訪問北京的時候 他當時就說什麼 我為了要跟北京合作 我他當時罵美國的總統歐巴馬 那罵完之後 他準備就說我要到中國大陸 就中國大陸一口氣 當時開給他的總金額援助 高達兩百四十億美金 兩百四十億美金 他覺得很開心 他後來還說什麼 中國這個南海問題不是問題 我們甚至願意跟中國 一起來合作開發南海都沒有問題 未來我們可以再商談 可是他最近跟中國翻臉 為什麼翻臉 因為第一個 他就說什麼 中國好像一直開巴勒票 他說你當初開給我兩百四十億美金 那兩百四十億 結果目前你只有兩項 兩項大概都是七千三百萬 跟七千五百萬美金而已 也就是說你承諾了兩百四十億 兩年過去 只有一億五過來 他就說中國大陸好像是在框我們 他就批評這個 所以他最近的態度強硬 他就說什麼 過去中國跟這個菲律賓的南海問題 有一陣子他們是可以互相越界 大家都說算了 結果現在說什麼 中國如果遇過南海的紅線 我就跟你宣戰 也就是說他已經態度 完全一百八十度的反過來 他以前講說 我們絕對打不過中國 對 我們如果想要跟中國為敵 那一定是個瘋子 就沒有想到現在講說 你只要越界我就開貨 而且今年菲律賓還參加這個所謂 環太平洋的演習 是第一次參加 意思是什麼 我要跟美國站在一起 我現在準備要跟這個中國開槓 他現在說什麼 我們被中國利用了 很多菲律賓民眾開始批評杜特地 說你是不是被中國耍了 所以現在杜特地非常尷尬 他逼不得已 他只好對中國大陸生態轉為強硬 所以講說杜特地就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這個現實主義者 踢到鐵板現在翻臉了 對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說 中國大陸有所謂的珍珠鏈 但是珍珠鏈目前的珍珠 一顆一顆掉在地上 除了這個施里蘭凱 他們已經牢牢掌握在裡面來說 現在包括巴基斯坦跟緬甸 這兩個國家都遙遙欲墜 好 抱歉 主要就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漢伴多達港 被這個中國納入這個99年之後 大家就知道說 你原來是擺明了 你就是要坑我們了 你是要把港口拿走 所以這個腳漂港這個計畫 緬甸開始很擔心 為什麼 因為這個緬甸 他們這個外債高達96億美金 但是40%是欠給中國 而且中國是怎樣來用 中國就是說 明明我的工程值該到10% 20% 可是我錢馬上就全部撥給你 也就是說擺明了 你就是要欠我的錢 你這個錢你怎麼用 不管 反正我錢就已經給你了 你工程只有10% 20% 那是你家的事 但是我錢借給你了 反正我就欠你這麼多錢 從當時就開始計算利息 那你還不出來怎麼辦 你就把這個所謂港口給我 所以這些國家慢慢看清楚 原來你是這樣玩的 所以現在緬甸就說 不好意思 這個腳漂港的港口 規模太大 我們根本沒辦法用這樣 因為當初的漢伴多港 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目前緬甸根本沒有多少出口 也就是當時在斯里蘭卡要開發 這個漢伴多塔港的時候 中國的船也來了 中國的貨也來了 結果沒有想到 當你跟他簽約之後 貨也沒了 港口等於說 所有的船也沒了 他才發現 我這個船 這個港口變成了文字港 變了文字港 我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怎麼辦 中國就接手了 對 有就是說 現在緬甸開始擔心說 我這樣子一路砸下去的話 我未來一定沒有辦法還你錢 我沒有辦法經營 沒辦法還你錢的話 腳漂港最後就落入你的手中 所以現在緬甸要求說 你把我這個規模 趕快減少 腳漂港 對 減少 不只腳漂港減少 可是腳漂港很重要 我們一講到是 我很擔心 麻六甲的困境 所以我在麻六甲的前面 在這個腳漂 有個港口 我不管是天然氣也好 我的石頭也好 我要直接送到昆明去 但是問題是 現在這個緬甸 他們相關的政府認為說 糟糕不行 這樣幹下去的話 我們絕對會淪為 這個中國的殖民地 那不只是緬甸 保證過去巴基斯坦也是一樣 他不是叫巴鐵嗎 鐵桿兄弟嗎 對 鐵桿兄弟 結果沒想到鐵桿兄弟 現在準備要翻臉了 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們也是一樣 這個瓜達爾港 開始興建 一直興建興建 興建到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還有這個中巴鐵路在開工 就開工下去之後 現在巴基斯坦想完蛋了 巴基斯坦說什麼 巴基斯坦就說 我們根本沒辦法還錢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光是蓋瓜達爾港 跟中巴鐵路 他們已經投資了六百億美金 六百億美金 每一年還利息 他們就已經還不出來 所以他們前一陣子 跟中國大陸說什麼 說不行 你這樣子 我們已經六百億 我們已經債務殘身 所以他要求中國大陸 你每一年再給我四十億 給我四十億美金 我要還這些救債 如果還不出來的話 我就會倒閉 那你六百億的話 可能就打水漂 所以他現在反而是 威脅中國大陸 你先跟我錢 結果你知道 美國就警告IMF說 你絕對不能借錢 給這個巴基斯坦 你不能幫他解決問題 你如果借給巴基斯坦的話 巴基斯坦的話 我就要制裁那個國家 所以現在巴基斯坦 因為他現在整個 沒辦法還出錢 所以現在反而是 他在威脅中國大陸 所以你說現在美國 對付中國大陸 不是只有對付你而已 你周邊的國家 我都會出力了 對 也就是甚至 連巴基斯坦在去年的話 他都對中國大陸說 我要磕你的關稅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 已經有點好像要翻臉的 這個狀況 另外就是你剛剛從柬埔寨回來 你說在那個地方 中國跟日本 他們那邊投資建設 所呈現的有很大的差距 對 沒錯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這個 所謂的外面的這個 這個所謂經營 讓人家詬病是什麼 品質太爛 抱歉 讓我去柬埔寨的 這個公路上面來說 很多人就說 這個路 如果你開到路上 是癲癲癲癲癲 那你就知道 那是中國人蓋的 如果這個路 看起來是很平順的話 那就是日本人蓋的 我們給大家看 這麼多嗎 這個是前一陣子柬埔寨 他們相關的人士在抗議什麼 抱歉 那這個路 這個路都是用沒多久 這個路完工才五個月 結果五個月之後 馬上就已經出現 坑坑巴巴跟洞一大堆 整個他們沒辦法接受 他說 你們這個路品質也太爛了吧 我們這個才用了五個月左右 而且柬埔寨 他很少有那種大型的 那種所謂這個所謂 砂石車這樣壓路 沒有那種重型車 就沒有重型車 你居然還搞成這個樣子 結果人家就說 為什麼 抱歉 因為他們沒有認真的研究 柬埔寨的這個地形 因為柬埔寨他們雨很多 雨很多的時候 他們這個道路不能夠這樣來蓋 他們也就是說 他們要用適合熱帶的蓋法 但是中國大陸不管這一套 反正我只要把路蓋出來就好 所以我就用 中國大陸的規格來蓋 那日本人不一樣 日本人知道說 你這個路 你這個是熱帶國家 所以你會下雨 那下雨的時候 我要把排水做得好 而且我這裡面的這個道路 我要用那種吸水性 比較強的這個混凝土 中國大陸完全不管 所以它的品質就很爛 很爛的話 結果你知道 那個錢普在那來說什麼 你中國乾脆不要來蓋 你蓋的話 反正五個月就要翻修一次 五個月翻修一次 這個路有蓋跟沒蓋一模一樣 所以他們對中國大陸的施工品質 是不能夠工尾的一個狀況 又差這麼多嗎 對 沒錯 中國跟日本真的差得非常多 歐美國家 歐洲國家和美國 對很多發展中國家 其實以前有很多投資的歷史 有的有一百多年 可能甚至幾百年 其實對外投資風險相當大 經常會有血本無歸的情況出現 那魏京生先生跟我們講一下 是不是其實這一種的投資 其實本身它就是風險非常大的一種投資 前幾天我跟幾個美國政治家 在一起吃飯的時候 聊到這個問題 那個有一個美國政治家就說 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那個地方投資機會那麼好 為什麼發達國家不去投資 也就是說已經有很多經驗教訓了 而其中很重要一條 就是這些國家的政治不穩定 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它政治不穩定 你那個投資投到那風險就非常大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呢 還有就是說 中國的投資帶著的是 中國這種國內的這種 殘酷的資本主義的制度 你看在非洲不是發生好多起了 工人抗議甚至鬧得很凶的 就是因為它用這種殘酷的方法去剝削工人 這工人受不了 這些國家也是一樣 雖然它是不發達國家 但是它還至少不能允許你那麼殘酷去剝削工人 那麼跟當地社會的矛盾就會變得非常尖銳 這也是一個一載一路的一個很大的弊病 其實中國人到海外投資呢 確實是也帶了很多的中國的風格 尤其到非洲國家其實已經反映很多 蔡聰國先生您也有一些 跟我們講一些像在非洲的一些國家 對 巴黎這個地方有阿拉伯國家的人 有各個非洲國家的人 而且它很有特點是 很多前部長 前副總理都在巴黎 這個非洲國家就是一個平民老百姓 我就有認識至少兩個前部長 還有一個什麼塞雷加爾 還有另外一個非洲國家 然後我參加一些會議 有時候工會的會議 有一次跟阿里吉利亞工會的人聊天 他把我當權總 他就說你是中國工會的 是吧 我說對呀 他說你們是幹嘛的 你們幹不幹我 你看你們工人在我們阿里吉利亞做工 他說那是囚犯 我說不會是囚犯 他說我們在那裡 他們在那裡兩年從來沒看到 那個工程做了兩年的那些工程工人 走出過他們的工地 他說那不是囚犯 所以這個而且就是不帶 就是很少雇用當地的工人 但這幾年要好一些 就是帶工人過去 把中國的工人帶過去 然後工人又怕出問題 不讓工人走出工地 幾年下來那些周圍的工人 那些周圍的工人什麼都不知道 那麼當地的居民他們非常對激 他們就懷疑是囚犯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 那形象就談不上好 當然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跟黑人的 我全部跟他們聊起來 他說你們知道嗎 你們中國的援助很多 就是在我們的銀行 停一兩天就直接轉到這個瑞士銀行了 你看就法國南部有貴南海岸 他就說這個城堡 那個城堡都是 哪個非洲前元首買的 所以說這個在非洲國家 其實若干東南亞國家也 他不是政治部門 還有一個就是腐敗 所以而中國呢 他在援助的時候 總是說我們不講條件 不向西方國家講條件 而在西方國家尤其是世界銀行 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在援助這些國家的時候 他確實是有條件 很重要的條件 就是審計 就是看這個國家 有什麼樣的反腐的措施 有什麼樣的措施來保證 援助的錢真正的用到援助的工程上 而且真正的是合理的成本 所以你沒有對反腐的那種前提條件 最後我們援助的錢 你不講條件 全部進了瑞士銀行 全部變成了法國南部 和西班牙南部的城堡 而且還有我跟當年法國官方記者 他們講就是說當地的使館 有的很多就是要完成指標 投資的指標 拿回扣 兩邊的腐敗都是有的 那麼近年來更有工程把政府現在開始控制 就是拿對外投資 其實是把資產轉移到私人資產 他有很多一些基本投法 就是訂貨它的價格就不一樣 最後那個差價它明明是100美元一噸的 它在合同上才3,150 那最後那些錢進到海外的私人上 老蔡講這很重要 實際上中共現在都不光是對外援助了 它整個的外交政策 包括對美國這發達國家 都有一個特點叫輸出腐敗 它輸出腐敗其實就有很大的隱患 你比如說這次馬來西亞這個事很明顯 就是因為前任的這個腐敗 就太腐敗了引起人民不滿 下台了以後後邊上了這個 為了治理腐敗 就要把你中國項目全部給停掉 對 所以這個輸出腐敗呢 不光是這個中共的這個腐敗 不但是危害了中國的老百姓 中國現在還有10億人口 實際上達不到聯合國的平均線 不是像中國說只有幾千萬 那是按中國標準 那按聯合國的每天2美元的標準 差不多有10億人達不到 每天2美元的支出 對對達不到這個標準 所以但是它向外輸出腐敗 不光在中國腐敗 向外輸出腐敗 那麼這個腐敗的模式 是一個可持續的模式嗎 顯然不是 而且對當地國家是有好處 還有壞處呢 馬來西亞做出了回答 那就是對當地的社會 對當地的發展都是一種副作用 對老魏 你說這個很重要 我們其實回到中亞的 我們今天先不談 但是在東南亞 其實東南亞非常的國家 這個地區啊 本來就很複雜 而且中共建政以後呢 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 經歷了好幾次比較大的波折 尤其是中共向支援東南亞各國的 這個共產黨游擊隊 這個問題 這些事情 這些歷史的這種相互之間的恩怨啊 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在這一代的實施 會不會有比較深的影響 中國政府認為就是他們的思路是 我們只要把錢花到了 把官員收買到了 我們就可以成功 但是像咱們剛剛講到 包括老蔡舉的那些例子 講的都是 你這個對這個社會是有負面的影響 你在促使這些國家官場越來越腐敗 老百姓能滿意嗎 老百姓肯定有反彈 包括政界本身也有反彈 肯定會有反彈 因為說實話 那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在世界上還不是那麼多 有很多國家雖然窮 但是也不是一黨專政的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老百姓怎麼能容忍你這個繼續這麼巨額的腐敗 讓老百姓過窮日子 你們在瑞士銀行大筆存款 法國南部買那個豪宅 這個老百姓當然是不能容忍嘛 對不對 所以實際上他這種所謂擴散 這是對全球都是一種危害 其實歐洲的一些 我們按中國的話說 所謂的老牌帝國主義 在東南亞其實也經營了很多年 那我想蔡忠國先生也很清楚 法國人在海外殖民地 曾經過去幾百年也很多 他們其實這方面應該也有很多經驗 對他們有很多經驗教訓 就是說有一個就是你要知道越南也好 其實包括緬甸 東南亞各國其實跟中國一樣 他們的民族情緒是非常強的 民族自豪感是非常強的 而且這方面很敏感 我可以說一個例子 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在緬甸 住了七年的加拿大記者 我就說緬甸將軍軍事性政權 他們主動的民主化石森堂山樹 那是七八年前 我認知很奇怪是甚麼因素呢 他說甚麼呢 加拿大記者說甚麼 這裡面中國就是中國因素 因為中國在緬甸很多投資很多工程 然後最後不但做了很多水壩 而且要做一個貫穿緬甸的鐵路 那麼基本上就把緬甸的經濟命脈 這樣下去就控制那些將軍們 其實一方面是獨裁專制 一方面他們又是民族主義者 他們就害怕了 他們這樣下去向中國開放 如果不搞改革的話 所以最後呢 他們把這個昂山樹季放了 開啟了緬甸的民主化 當然緬甸現在變化又是一回事 讓緬甸向美國歐美開放 而不只是依賴中國 這個例子非常典型的說明 像東南亞各國 他們都是二戰以後獨立 所以他們的民族情緒非常強 自豪感非常強 而且有敏感 當一些工程 外國來的工程 他們要控制住他們的經濟命脈 或者是控制他們的鐵路 能源水利的關鍵的地方 他們就會產生很多懷疑 所以要說法國 美國 他們在這些國家投資的時候 本來當然現在 還是特別顧及這樣的持續 第二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這些國家其實很腐敗 越南人們都很腐敗 你不能夠無條件的 再一個就是說 你不能夠太隨便的宣佈取消外在 我們可以經常看到 中國政府取消了非洲國家 或者非發達國家 幾百億的外債 這樣就是鼓勵當地的受援國 非浪花錢 對 他們中國的貸款 中國的借款沒關係的 過幾年他管理不好 他還不了 投資收不回去 他們會免掉 像這些投資的時候 或者援助的時候 注意防腐 以及怎麼樣增出 這個受援國 能夠花好錢 不要隨便免出外在 這個東西不只是一個道德的問題 它是對 你就像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你老公我借錢 你不要我還 那我就去亂花了 那就可以隨便借了 國家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就在這邊 你不能夠把一個 受援援�v 當作一個 我牛逼 我中國強大了 這個顯示強大 那我告訴你 那就沒有底 而且不會有這個真正的由 其實將心比心 外國的資本進入中國的時候 中國人也會考慮 包括中國政府也會考慮 同樣的類似的問題 东南亚各国在历史上 跟中国的关系纠葛的比较复杂 我相信各种风险 包括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 各种各样的考虑 都会影响一带一路